农委会所推动的农耕市改善农村缺工的问题不足在获得解决之后 而小农的农产品销售在小农市集中 不只是能够让小农的产品有最好的销售平台 还可以让有意愿留在农村发展的农耕市 还能够借此机会和青农在地农取得种植产物的选择资讯上 有更实际的交流机会 农委会在106年所推动的农耕市解决农村缺工问题政策 是解决了许多东部地区乡村农民在缺工上的问题 也有些使农耕市在加入此政策之后有意留在当地 继续以农业为发展 而农地的取得就是他们目前所遭遇到最大的问题 在农耕市的政策推动多年之后 可以将青农留在农村继续发展得来不易 而农场主江玉宝也带着农耕市到市级摆摊 借此机会让他与其他的青农来交流 获得更多有关农业发展的性资讯 因为他不是在地花莲人 他也不是农二代 然后他到了花莲之后 他认识的人很有限 所以到这个市级来跟其他的摊位的青农交流 然后让他认识很多朋友 这样子以后他对他是有帮助的 在这里除了直接面对客人 也是可以认识这里的很多青农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谈他们的创业经历 然后也会提供我一些土地的资源 或者是种苗的资源 然后分享他们的经验给我 台湾在进入农村人口老年化之后 农村缺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有待解决的 在农耕市的政策推出之后 青农的投入才能够持续带动农村火化 农耕市的政策接下来是否可以将追批青农 持续留在农村发展 已经是目前遭遇到最大的课题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导 我们今天的课题 成为优势战独断了 我们下期再见